张大胆 这是由木叶拼仙分享的第289个故事 素材来自网络网友分享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分享人 我出生在一座小县城 小时候县城发展落后 很小很破 人民生活水平不高 不过现在发展得很好 整个城区比以前大了好几倍 我今天要讲的是这座城 以前县长的故事 县长外号叫张大胆 平时看他胆不大 但有一种情况下 他可真是胆大包天 所会要钱的时候 小时候他家就在我家隔壁 仅仅一墙之鸽 他儿子跟我同龄 他老婆和我妈一个单位 所以他们一家就住在家属院 那时候他还年轻 还只是个普通公务员 在我的记忆里 他长得帅 风度翩翩 他老婆也很美 他人很好 很和善 我们小孩子去他家 都会给我们糖吃 所以我对这位叔叔 是有很好的印象的 他有一儿 一女 个个长得美貌 在我七岁的时候 他遇到了贵人 平步青云浪 被提拔成了阵仗 因此就搬出了家属院 一年多后 再次见他时 他刚搬了新家 当时小小的我 真是大开眼界 哇 好大 好豪华的房子啊 有好几层 每一层都有很多房间 房内装饰得很好 装饰了很多花花草草 当时的我啊 就像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一样 眼花了乱 那时候 他夫人穿着高级皮革 儿子吃着桃 当时正是冬天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有这么多的反寄水果卖 所以我很惊讶 他家是怎么弄到这些水果的 那此之后 我们两家就很少来往了 不过 我一个阿姨 倒是跟他们很熟 听说过了几年 他当上了县长 真是风光无限 只是随着他的官 越当越大 人品却是越来越差 他经常跟下属单位所会 阻挡人们上访 还乱搞男女关系 据说他的情夫一大堆 数不胜数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 他把女儿 嫁给了当地有钱人 还把儿子送到外地去上学 但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终于有一次 他向人所会 口张得太大了 对方就把他给举报了 最后 法院一查 判了无期 募收了他所有非发财产 事胎炎凉 树倒 狐孙散 他进去后 那些称兄 道地的人 一个个忙着撇清关系 风光的时候 亲戚每天上门 热闹非凡 如今 即使是逢年过节 也都不见人来 冷清得很 他进去后 他的女儿想花钱 给他走动一下 被婆家坚决阻挡 为此还差点离婚 前几年 参加婚宴的时候 遇到了他老婆 老了很多 很落寂 昔日的冒昧 已经失去 不到二十年 他的一家 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 让人感叹 我常常想 如果他当年 没被贪婪冲昏头 安分手挤的话 现在一定很幸福吧 我很替他感到惋惜 因为在我的记忆里 他还是那位 和蔼可亲的 年轻叔叔 木叶偏仙感言 从了凡四讯 这个公认的 英国案例来看 一个人 一生有多少福报 多少功名 都有定数的 除非大善 才会在今生 有所增加 或者大恶 会迅速消减 所惠 无一遇抢劫 加上血引 奢侈浪费 这些都会迅速 消耗大量福报 身为公知人员 原本职责 是为大众服务 却利用职权 满足个人私欲 不忠 不信 福报迅速消减 福报用尽的时候 获释就跟着来了 满足部 受消耗大量福报道 因为最后一份 繁像的 无论